好 今天呢 我们来讲这个倒数第二个词组 这个词组也不大 到了收尾的时候了 这样的话 完了以后呢 我们大概会达到词汇量 我们会达到讲过的 4800到5000 这是这个数 好 我们接下来看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主题第87个叫什么 叫导 它跟导语有关系 导跟隔绝是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导 第二个是隔绝 好 隔绝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在说 不着急啊 先看看我们这族人有谁 首先我们先隆重的介绍 这一词组里边的这个 啊呦 记住啊 发音 说要发对 这个啊呦 这个s是不发音的 不要把这种 iso iso 啊呦 它就叫啊呦 啊呦 就是导 那就是一个单词 它也是 咱们讲啊 整个这个 这个词组里边的老大就是这个啊呦 就是导 还有一种比较长的写法 等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哪 这俩都一个意思啊 叫island 对吧 它俩都是都是岛啊 都是岛 岛第一点啊 没啥问题 什么是岛 我们自己想啊 就是水水域中间 孤零零的这么一块地 那我们 不是 你们看过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片子没有 我也忘了哪个片子了 好多片子都是啊 就是把犯人关起来 关在岛上面啊 他跑不了啊 他跑不了 所以他有一个叫与世隔绝的隔绝 他四周缓水嘛 你想啊 所以他叫隔绝 这里啊 我插一个啊 就是他念法叫 啊呦 对不对 叫啊呦 还有一个啊呦啊 还有一个啊呦啊 他也念啊呦 对吧 就是这个啊 前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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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再来个A 啊 再来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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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法也是啊呦啊 是我带着他另外一族的人啊啊 他是来自于中轴线的意思 AXL呢 他来什么呢 走廊通道 哎 记住啊 走廊通道啊 你他发音是一样的啊 我先说一下 好 我们切入正题啊 切入正题 直播啊 呵呵呵 好 我们来看这个啊呦 他会变化成什么样 就是如果这个子族只有这啊呦 那太简单了 俩词一讲咱走人了 对吧 你自己看他会变成什么东西啊 变成那儿啊 看起来长挺像的 你发现没有啊 长挺像这个L这个L跟E 你看一下啊 两个一倒个变成OL ISO 对不对 哎 可以啊 可以 哎 原来他也是倒也是隔绝 或者是把这个ILE翻过来这个这个 你看前面这个O写成U 啊 前面这个加了个BIN INSO 管他是INSO还是ISO 反正他们都是一家人 盯好这三个红拿啊 他们都不是倒就是隔绝 反正就这点意思了 这族人 人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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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人 嘿 真是不多 呵呵呵 好了啊 我们看看怎么回事 看看他们能有什么花招出来 第一我们先来讲 这族的老大 哎呦 又说回他啊 烦死了 老是他啊 哎呦 倒啊 什么意思都没有 就是倒 但是呢 他的好朋友ILELAND 看起来有点像好像这个岛加了一个LAND LAND 上面一块土地啊 但是 我们真讲起来啊 底下这个岛就是比较长这个ILELAND啊 他跟那个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一回事 他俩非同源啊 从词源学上讲 他俩不是一回事 前面这个ILELAND的前面这个IS啊 是水的意思是Waterless 就是水中一块地 哎 这个叫ILELAND 但人这个ILELAND本身就是岛 放一块吧 都是岛 哎呀 小皮就不用再讲这个了啊 ILELAND跟ILELAND的两个都 我们来看看有用的单词啊 这俩都是岛 没啥说的啊 好 终于来了 上词根 叫上菜一样啊 上词根报菜名 叫INSO 词根上来 刚才跟你说过啊 加个AT变成动词 我们也知道这肯定就是就是就是隔绝了 就是岛的隐身含义 他们岛没法变成动词嘛 比如说我岛你 你岛我 没这个东西啊 他肯定要它的是这个隔绝的含义 隔绝什么呢 隔绝 隔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屋子我们那个放上那个泡沫板 对吧 这就隔热 对吧 INSO 里的啊 屋子装上厚厚的海绵 隔音 我们最常见的INSO 里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啊 我特地找了电缆 大家看到了吗 绝缘 啊 绝缘 各样的胶布啊 什么的 反正都是INSO 里的啊 隔绝 隔音 隔热 隔冷 隔 隔啥隔啥 反正就是隔绝 记住这个就行了啊 各种干的 咱们在绝缘体等等这样 隐身含义 也得有 啊 隐身含义叫什么 叫隔离 是什么 远离什么东西 啊 这也这好理解 来个例句就知道了吧 比如你看到一个说 INSOLED CHILDREN CAREFULLY FROM HARMFUL EXPERIENCES 就是让孩子们呢 就让他们要远离那些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经验 不好的经验 有害的经验 这也叫一个隔离 也叫绝缘 啊 这个也很好理解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可以打个1 我看网络通着呗 这理解没有 就是INSOLED前面是隔热 隔冷 隔音 隔电 啊 基本是反正INSOLED FROM啊 就是让他远离这个东西啊 叫隔离开 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这来看看啊 我们用法怎么用 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啊 有时候我们要远离什么东西 隔什么 我们用from 远离什么 当时这个咱们那个词汇 我们讲这个借词形象化 到时候就要跟大家讲啊 各种各样的from into这些单词背后 这些借词背后的含义 对吧 你就发现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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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组就会爽爽很多 我们用起来叫INSOLED FROM INSOLED FROM就是远离什么东西 对吧 隔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个INSOLED也可以用作 看看啊 左下点这也可以用作形容词 就叫隔什么的 比如说不透气的叫air insulated 啊 就是隔绝空气的 对吧 比如叫cold insulated 啊 那叫隔寒 叫挡寒的 对吧 叫形容词 这时候呢 我再调出来一个东西 叫专业一点的啊 看好 上面这个是insulated 是它的动词加了一D 啊 它等于是过去分词 对吧 你看我这感冒到现在还没好 那反应你那鼻子真难听 好 再往下看啊 那我们再调一个专业点的出来 就是直接在词根后面加al 啊 我们这个不要搞混啊 因为我们过去讲的 可能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是 ER AR OR都是什么什么人 对吧 这时候赶紧给你调出来 请看右上角 看他说个左上角 啊 好 看啊 similar same 相同 similar 相同的 familiar family 家里人 familiar 熟悉的 所以这个AR是可以做形容词的 啊 这点想起来的大个一 同志们 想起来的大个一 所有人 想起来的大个一 就是AR 除了什么什么人 scholar 学者 对吧 register begger 对吧 等等这样 对吧 还可以做形容词 所以专业人来了 给词根后面直接加个AR insular 也是形容词 但是他要的是抽象翻译 他叫什么呢 这叫隔绝的 孤立的 保守的 所以你看这个老外 一说的这个老鹰啊 孤老鹰 呵呵 这就说这个人过了一个insular life 什么叫insular life呢 就是那种 就是有点像那个独孤求败那个样子吧 就反正就是很很很隔绝的 很保守的一种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了啊 直接加AR 还要的是抽象含义 不像这个这个动词 insular后面加E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insulator insulator 对那conservative也是保守的 也是保守的 这个到那个conserve那个课里边 咱们再听啊 好insulator就是各种各样的绝缘体 绝缘材料 这不用说了 刚才说过胶布啊 胶带啊 什么绝缘胶 这就不用说了啊 为了让大家应该都有OR 对吧 什么东西作为OR或者AR 别搞不清 我们再把这备份再跟大家捋一下 你别搞 你别搞糊涂了啊 insular是词根 没有问题 孤立 隔绝 对吧 然后变加AT 变成动词 再加OR是隔绝东西的东西 叫绝缘体 对吧 绝缘体 绝缘材料 而底下这个insular 直接加形容词的AR 构成抽象含义 保守的孤立的 隔绝的 没有问题吧 现在分清了啊 不要就呃 分清了打个一同志们 分清打个一 就是insulator 是你日常生活中用的那些胶布啊 胶带啊 这个海绵啊 是这些东西 insular 就是insular 应该是insulator 他输对不对 他输出背份给他高一级 是个形容词 你看这个老鹰 你就记住了 insular life 那么insolation就没有问题了啊 所有的隔绝 隔音 绝缘 很简单了啊 好 下面再来一个 先念 不要念错 不要念错 过我们讲的半岛 半岛 不要出来了啊 他念penicula penicula 不要卷舌里边 没有R 任何一个音节 只要卷起了舌头 就错了 不要penicular 不敢干这个事啊 penicula 我再念慢一点啊 penicula 我舌头都是平的 你念完了打个1 同志们 念完打个1 别念错了啊 一卷就完蛋 就读错了啊 他不是英美音的这个东西啊 读完打1 过去讲半岛 半岛半岛啊 那简单 什么半岛酒店 Hive Island啊 半个岛 半个岛 我把这岛割一半 我原来课堂上跟同学讲 你把这岛给它砍一半 它不还是个岛吗 什么叫半岛 我们叫penicula 这个penicula 它表示近似 像什么 像什么一半的 啊 有点像的 所以什么叫penicula 就是陆地的一部分伸出去 它又像岛 岛又不像岛 像这个东西啊 伸到水里边 你说它纯是个岛吧 它不是 它有部分跟大陆连着 所以这个叫penicula 这个叫半岛啊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 你看这个小朋友过去 那个不是过去啊 就是现在外国小朋友 Mountainhood 山地 Plano 平原 River水 Volcano 火山 Wetland 我们最喜欢了 大家知道吧 这个湿地 什么什么湿地公园 这个都是翻译过来的 一道杭州西西湿地 什么叫湿地 Wetland 老外超过来的 就是有水 有草地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看到啊 半岛 Penicula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店 不知道大家知道吧 半岛酒店 很奢侈 Penicula Hotel OK了 过去 过去了 好 下面一个啊 我们刚刚就讲的 insulate insulate 我们好好回忆一下啊 这个insulate 后面加上at 带出来一拨人 是吧 干什么呢 隔这个隔那个 隔这个隔那个 还有隔离 哎 那下面我们说了 那该谁上场了 该这个iso上场了 所以 isolate isolate 就是iso加at啊 这些动词 它专管抽象 记住了没有 这个要记住啊 就是iso 比insul来讲 它没有什么实际的隔热 你以后要隔热 隔电隔 隔水 隔气 你记住啊 一定要上这个insult 上这个长的 记住了没有 短的 我们意思就是高度的概括 抽象 它只有抽象含义 记住大一同志们 记住大一 就是以后我想要抽象含义 什么叫抽象含义 马上来了 就是孤立 隔离 分离 没有那个绝 这个绝对 记住了啊 就是短的 更加抽象 这两个词根 再说一遍啊 听见打个一同志们 就是你看啊 就是长的 我们用作日常生活中啊 绝缘交代 绝缘体 短的反正因为它是抽象概括 所以它只有抽象含义啊 它不隔电 也不隔水 它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孤立 隔离 分离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啊 from还是没有变 最简单 from isolate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使某人啊 跟什么地方分离开来 孤立某个国家 现在你会说了吧 isolate某一个country from other 对吧 我们想孤立一下小明 我们现在说了 不跟小明玩 你以后就不用说了什么 do not play with 小明 isolate小明 学会了没有 孤立小明 孤立老王 do not play with 老王 这个不好听 我们用isolate 还有各种各样的隔离 比如说这个得了传染病 isolate patient isolate virus 他全是抽象含义 学会的打个一 同志们 没有学会要把你孤立起来 isolate isolate老王 that's isolate老王 不跟老王一起玩 记住了 抽象含义 好了 所以isolated就显得相当的凄凉 请大家记住这幅图 如果老王再敢惹我 我就isolate老王 老王 is isolated 分离的 孤立的 孤独的 这幅图记住了吗 好了 行了我们这这个抽象含义很有意义的 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所以isolation 就是小朋友不带他玩 这就叫isolation 所以isolate这个单词情感颜色还是蛮重的 不带你玩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说什么 do not bring you to play 我真的听不了 isolate 记住了吗 记住打一 记住打一同志们 哦 记住打一 为什么要打一呢 快 没有人打一不像话啊 快点 因为又结束了十个单词 本来没啥讲的 主要是这个意思 让大家打一 让大家道个简单 到最后小课不过一 你们肯定都会这样说 小课不过一 咱们好课在后头 别着急 我把嗓子养好 小课在后头 我们后边的语法 写作 阅读 这些都要拱上来了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好吧 诸位 今天因为比较简单 只有十个单词 下节课我们明天再见 好吧 好吧 好了 好 那今天就到这 大家记着复习 好嘞 好 请不吝点赞